健身等于健美吗 上期我发了个力量水平的对照表 大家对话入座 其乐融融 但就有几个人跳出来这样说 一个两个还好 说的人还挺多 我就觉得挺有趣的 他们认为健身等于健美 跟力量扯上关系就是不对的 这种看法真的是 他片面 兔兔兔兔义 我一直提倡普通人健身要提高基础力量 因为经常力量训练对人体的八大系统都有帮助 特别是运动系统 清水极广 少一样都不行 可谓好处都多 有的人说追求力量搞那么重肯定伤身体啊 正常的力量训练都是以极限重量的70%到90来锻炼的 只要你动作标准 不要盲着加上重量 是不会把自己弄受伤的 就好像医生跟你说 当吃饭身体好 你来一句吃多的会撑死 你说这是不是台湾呢 任何一个运动项目 人们关注的重点 应该是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如何如何 运动员的经济水平 过程因素也很多 肌肉维度大小 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因素 你揪着维度不放 究竟健美是一项运动 还是一项选美比赛呢 人们健身追求形体好看 本身没有问题 因为欣赏形体美是刻进基因里的 但为啥饱满的肌肉吸引人呢 因为饱满的肌肉代表着有力量 在过去 力量就代表着健康的体货 丰富的食物 优秀的基因 是先进生产力的标志 所以说古人崇拜力量是符合人类社会 扩光发展规律的 跟现在崇拜知识 崇拜学者是一样的 但是呢 有些人不学无数 不去崇拜知识 反而觉得谁家里的书都谁就牛逼 但这种人 王晓乐说是夜王自打 无知无畏 王大陆说这是反人类的 这种人的基因注定是要被淘汰的